高雄街警方破壞一个暴力讨债集团 这名被害人经营地下钱庄 他吸收了很多手下帮他催讨债务 但是没想到窝里反 这些手下基于他的暴力 连手回过头来将他打成了重伤 老大变成了被害人 警方调查过程中又发现了案外案 其中两名嫌犯 曾经在达赖喇妈到台湾时率重抗议 但手铐的七名嫌犯被带出警局 他们七人原本是地下钱庄老板的手下 但因为基于钱庄赚取的暴力 竟然反过来对老板暴力讨债 有暴力所以就自立门户 反过投回来的话 反而恐吓他的老板 蔡姓被害人 假接受黎子金要讨21万 所以率重来恐吓 而且他自立门户以后的话 又扣大人的贩毒 集团首脑反成被害人 不止如此 这个集团成员还参与贩毒 及电脑职棒迁赌无恶不做 警方调查发现 其中两名周姓嫌犯及灵姓嫌犯 还曾经在达赖喇妈来台时 率领数十名手下到饭店抗议 周姓嫌犯 他带着他这些穿这个全身黑衣服的这些成员的话 到莲池坦去抗议 是自主 他是自主性的 警方在高雄地区 寻现分别逮捕七名集团成员 并且查获暴力讨债使用的刀蟹球杆 以及被害人抵押的身份证影印本戒具 人杖聚货将他们全部移送法办 中天新闻黄瑶敏王月番高雄报道